上回书说到程耀金这天 在洛阳城西门外头关乡 把银子舍完了 他骑着马往回走 嗯 他发现一件怪事 就在西门外吊桥底下 大岛旁边围着一群人 当中在一棵柳树 柳树底下 好像有什么热闹 成敌骑着马就过来了 他在马上的个儿高 我都瞧得见呢 看见当中这儿有个算卦的 这个算卦的 是个老道 头上挽着发际 头发支撑着 指不定多少天没梳头了 一点的泥 挺瘦 这道跑是破破烂烂 嗯 这是谁呀 再一看旁边 八根竹竿 支着个架子 上边放这块平板 铺着白单子 当中这样的摆着拔挂盘 在前头有千筒子 而且上手还放着个茶壶 旁边放着个小茶碗 在左边 搁着两个贴饼子 两块老烟咸菜 哎 穷老道 成耀金刚往下琢磨 就听这老道说话了 贫道 深通福西相法 哪位伸出手来 我送您首相不要钱 您要是算卦 您抽一支签 贫道我 说句大话吧 前之五百年 中之五百载 后之五百年 啊 卦必灵验 哪位算卦 请抽签 喝 成的一系说 徐宝宫徐宝宫 牛逼的老道 你跑这儿 算卦来了 成耀金看出来了 成耀金有心眼 他没过去 一拨码头 催马 他进城了 直奔三贤王府 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 他进来了 该到吃饭的时候呢 他伸手就把罗承拉起来了 老兄弟来 他把罗承拉到 二哥秦叔宝的屋中 坐下咱们哥儿仨吃饭 秦兄一看四弟 你这是干什么呀 饿疯了 先吃先吃 家人把饭菜跟酒摆上了 家人出去了 二哥 刚才我出西门舍银子 在吊桥底下 看见百卦摊的老道 惨哪 您猜是谁 甭猜了 是不是你三哥 二哥您真灵 咱们这些人 瓦杠上多红火 现在三哥的穷样 我看着心里难受 老爷儿萝卜 俩贴饼子 旁边还吸着茶 准时吸着茶叶末了 二爷亲中乐了 四弟呀 你呀 糊涂虫 我怎么糊涂虫 四弟 就凭你三哥的本事 他是剩饭手吗 他这是乔装改办 告诉你 他是奉唐天子之命 上洛阳找咱们哥们来了 罗承点了点头 表哥 您说的对 程耀金还不明白 这会儿他又糊涂上了 找咱们怎么不进城 四弟呀 要这么说 你是瞎么海大晕头呢 王室宠根善武帝 早就猜出来了 魏大哥 他们哥俩 肯定得上洛阳来找咱们 你说你心里 猴肚眼睛也瞎 啊 洛阳四门四官 都挂着 魏征徐茂公的图像 他们哥俩赶进城吗 嘿嘿 是这么大的事 四弟 我给你出个主意 明天呢 你还上西门外头设银子 往回走的时候 上他那算卦去 甭管他怎么算 你就说他算得不对 抓个茬 一脚把他这卦摊踢翻了 抓跑裸袖 把他加上马去 带回咱们三贤王府 有什么话就好说了 哎 好好好 二哥 咱们就这么办了 第二天 城得也连午觉都没睡 在炕上躺了一会儿就起来了 把银在口袋装满了 出门上马 到西门外官乡舍银子 舍完了 往回走 奔挂摊 这挂摊旁边围着一圈人 程咬金走刀 进前甩灯 离干下马 哎 激光激光 我瞧他里头 干什么的 这洛阳成文 全都认识程的爷了 哎呦 四王爷您来来 您请您请您算挂吧 灵智的 程咬金走到徐宝宫面前 老大 给我算成一挂 这旁边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当的事 还替程咬金说话呢 老大 看见这位没有 大好人的 三仙王府里的四王爷 您瞧 他这银子口袋上写着普计良缘 每天都舍银子呀 您要是捧了他 给他说顺当了 嘿 您这破道袍也甭穿了 您也甭爽挂 您这辈子吃喝不用着急了 徐宝宫微微一笑 我两夫 善哉善哉 谢谢这位大哥 您说这话是为我好啊 可我这算挂的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直言无隐 甭管是谁 我是盖不放着 这老百姓不说话了 心里说 你这破脑道纯粹是挨饿的脑袋 程咬金一低头 牛逼的老道 你这挂 灵不灵 徐茂公也不抬头看 程咬金 夫妻相法 鬼骨子真蠢 有问必答 答必灵验 我每天算挂 你们大家伙 凡是我给你们算过挂的 你们说灵不灵啊 大家伙全都大成 哎呦太灵了太灵了 四王爷您算吧 哎好 挂灵我就算 程咬金 有打千筒子里抽立支签 递给徐茂公 徐茂公 结果一看 上头两个字 丙银银 就按照丙银的方位 拿了一摩挂子 在八卦盘上 啪啪啪 这么一摆摆完了 请问 这位人称的四王爷 您这卦是问什么呀 给我算算 我这一辈子鸡胸祸福 好啊 那我就算算你这一辈子 你是名人的后代 不过 啪 他一翻这卦子 你看见没有 虽然是名人后代 你幼年丧父 跟着寡妇妈对付 长到十几岁 没念过书 对不对 张老金心说 你算的还要错 不错 瞎子不识 这位人称的四王爷 你从小不干正事 卖过思严 在东俄县 跑小公堂 卖耙子 没挣着钱 你跑到会友楼 去耍矫情 把人家火气都打了 把家伙都摔了 掌柜的反倒 跟你交了朋友 勾结你接了黄杠 大闹山东 跟靠山王 你要二拨黄杠 结果你备货糟勤 在东俄县大唐 你动了甲棒 啊 你没招啊 你挺横啊 假假楼这帮兄弟旁里 你们才反了山东 杂老反育到金梯关 你三府定瓦刚 当了大魔国的皇上 带领十九国 反王四平山 你当了东盟主 没想到出了个李源霸 垂震四平山 你误入扬州城 罪卧穷花冠 杨广要杀你啊 四王爷 李密奸战把你放了 到了瓦刚山上 你有良心 你把皇位让给了李密 没想到李密无道 瓦刚山散将啊 那么哥儿仨来到洛阳 住在三贤王府 别人吃山珍海味 心里不好受 你这小子是满不在乎 吃着你顺嘴流油 嘿嘿 我告诉你 人家心里难受 你吃胖了 要从挂项上看 这位人称的四王爷 你是一位懒死不可呀 你每天舍银子 如同用河水泼街 你还老个大善人 你呀 嘿嘿 要按梅政来说 你算占权了 这老刀子米说 大家伙全愣了 程银金心里明白 嘿嘿 你说说 我没证战权 什么叫没证 你没胸没臊 没皮没脸 没根脊 没骨头 跌死了 没坟地 简直说 你呀 你这个人呢 没法再说了 你说 我算的对 还是不对 程银心说 你能算的不对吗 我的事里全脱底呀 我也不知道 我爹埋在哪了 真是我们家 没准坟地呀 程银金用手一指 你这牛逼的老道 你敢骂你家四王爷 啪 过去一脚 把挂桌踢翻了 什么茶壶 茶碗全碎了 贴饼子 老爷现在也甭吃了 骑上我呀 砰 他一把就攥住了徐茂公的道跑 往怀里一拢 把老道夹在左肋之下 而让伤开 腾腾腾 他往外走 龙四江任等邦安上马 双足一点 等邓开飞虎缠 这匹马就跑了 这老百姓就嚷上了 了不得了 这四王爷呀 让老道给气坏了 老道算倒了没了 四王爷把老道夹跑了 这怪不算了 老百姓嚷咱甭管 程银金催马 来到三贤王府下了马 家人把马接过去 他家这徐茂公就奔东华院 二爷秦琼 邵宝罗成正在这等着 进了屋子 程银金把徐茂公 啪往那些人 好小子 你扔我 老道 我家废宝宰了 你不可 你当着洛阳城的老百姓 数了我呀 把我们家底儿 全都给翻了 徐茂公 也乐了 群穷过来赶紧 掺起徐茂公 三弟呀 慢慢起来 四弟 你该把洞这么大的气 二哥爷 他刚才可把我骂着了 什么没皮没脸 没骨头 哎 连我们家没坟地 他都给抖了出来了 他说我得的是 没症 这哥几个全乐了 得了 你们哥俩别玩笑了 三弟 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 徐茂公坐下了 二哥爷 在瓦岗山 咱们哥们 你捧我 我捧你 自打一散火 我是一点办法 也没有了 你们都有本事 有家底儿了 我没办法 只好重操就业 勉强糊口 你们哥萨克 了不得呀 王府住着 底下人 王爷叫着你们 你们茶来张手 饭来张口 我手无伏机之力 哎 得了 今天既然来到你们面前 看待咱们一个头 磕在地上了 你们哥几个破费破费 帮帮我徐茂公吧 嘿 勤修一乐 三弟 要真怎么着啊 我今天就给你五千银子 然后写封信 你到山东历城去取 绝对够你修作庙的 好 那么我就谢谢二哥了 老兄弟你呢 三哥 我表哥给五千 我也给五千 谁让咱们是把兄弟呢 好 谢谢老兄弟 谢谢老兄弟 四弟 你呢 哎 我呀 一字不给 我还得打你 这牛逼这老子 秦兄说 三弟啊 别闹了 这屋里没外人 二哥呀 高见 说实话 我跟魏大哥到了长安城 道武门一报姓名 黄门官立刻望里毁灭 武德天子知道了 升作太极殿 命秦王率领文武百官 开五龙门迎接 把我们哥俩引到金殿建家靠头 武德天子立刻传旨封关 魏大哥已然入隔威宰相了 我徐茂公授封英国公左里军务大士 你们说这面给的大不大呀 罗承义听高兴了 三哥 这面可确实不小 是啊 老兄弟 现在武德天子查思犯想 就想你们哥仨了 外边可嚷嚷动了 说瓦岗山的智永福三将 落在洛阳城 我这是放纸前来寻访你们 城门口挂着我的图像 没办法 我只好乔装改办 打挂算命 当初四弟俯辟老军堂 捉住李世民要放了李世民 你们三位可都投堂了 二哥爷 我给你们三位带来了大唐国的聘书 你们可别在这待着了 得赶紧奔长安 说着尤打怀中掏出三封聘书 望上一立 这是哥仨的三位聘书 请看吧 秦琼看了看聘书 三弟 我不是不抢走 难以脱身的 二哥您别说了 洛阳城的事我全清楚 您跟王室冲可过不着 说句俗话 咱们龙不能受蟒指使着 只不过是爱着善武帝的面子 不好拔脚就走 善雄性的脾气柄性 我能不知道吗 二哥 四弟 老兄弟 这一回呢 你们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再耽误可就不好玩了 我立刻就走 这主意来了就没法说了 我先出城 你们明天 顶着开城门就走 咱们定好了一个地方 在那儿是不见不散 好吧 二爷秦琼点了点头 三弟 你说咱们哪儿去 二哥 洛阳城正北五十里地开外 那可就不归王室冲管了 大到西边有一片柳树林 我呢 就在那儿等着你们 怎么样啊 好好好 四弟 咱们可不能留你三哥了 四弟 你赶紧把后门开开 把你三哥送出去 待会儿 善老五来了 可就麻烦了 好 承耀金站起来了 三哥 您还受点委屈吧 承耀金一伸手砰 又把徐茂公揪住了 往内侠一家 然后出了屋子 蹬蹬蹬 走到三仙王府的后院 这儿一小片门 叫家人牵过马 什么时候了 日墨西山了 天哪 似黑不黑 趁着城门还没关 承耀金翻身上马 夹着徐茂公 一催坐地 一口气 就奔了北门了 等出了北门 承耀金往下走 走出几里地去 承耀金勒住坐地 看看四外没人 把徐茂公 轻轻放到地上 我说老四 逆轻公了 快跑了 差点把三哥我夹死 哎呦 得了 对不起了 三哥 三哥呀 走吧 明天大柳林 是不见不散 咱们死约会了 你可盯着点二哥 好嘞 徐茂公往前走 承耀金呢 催马往回番 进了城之后 回到三贤王府 下了马 家人接过马去 承耀金迈步 进了府之后 来找秦琼 告诉秦琼 徐茂公已然平安出城 四弟呀 刚才这饭没吃好 哎 这两哥 重新摆上酒宴 咱们得吃饭 秦二爷传下话去 时间不大 韭菜摆上了 秦琼 承耀金 罗承哥仨 坐这吃晚饭 这一吃起饭了 聊起天了 当然就得说 头堂这件事了 承耀金一看 家人全都退下去了 二哥爷 跟您商量商量 明天怎么走 您得赶紧想卓爷 还有干妈呢 还有老兄弟媳妇的 是啊 四弟你别忙 这阵子 不成 现在什么话也不能说 这家人可全都惊醒了 都是王室宠派了 等一会儿夜景更深了 家人们全都睡着了 咱们哥仨再坐一块商量 对 反正我记住了 三哥跟我说了 明天北门外头大扭临 秦琼刚要站起来 用手捂承耀金的嘴 就在这时候 咚咚咚咚 叭大 连板一响 走进个人来 秦琼心说坏了 承耀金 承耀金 你嘴怎么这么快 他非天天不可 谁来了 赤发灵官 善雄信 善我爷怎么来了 那善雄信跟王室宠 在洛阳城中 布满了 奸细了 善雄信得报了 听说 承耀金 有打城外头 加进一个 打板算过的老道 哈哈 善雄信 心说这老道 不是大爷未争 就是三爷徐茂公 他们哥俩该把 他们哥俩甭说都来 进了一个 到三贤王府 这么一穷货弄 非把二哥 秦琼 秦叔宝 四哥 说承耀金 老兄弟罗成这哥仨 糊弄走不可呀 不成 我得赶紧看看去 善雄信 出了驸马府 鲁斯江镇等 班安上马 一催足迹 来到三贤王府 进门 下了马 一打听 哥仨都在二层院子 上房吃饭 腾腾腾 撒腿就跑来了 善雄信 在门外上台间 就听见 承耀金在里边说 哎 北门外大流林 善雄信动心了 善雄信一条连笼 进来了 二哥呀 哎 五弟 来了 进来 喝酒 喝酒 二哥 我不想喝酒 我现在就想问四哥 一件事 哎 兄弟 什么事你问吧 刚才我迈不上台阶 我听您说北门外大流林 这是怎么当的事 这承耀金瞎话是张嘴就来 哎 哎 五弟你要问这北门外大流林 是这么当的事 听我迈迈说 刚才 哎 我们光喝闷酒 没意思 老兄弟让我说个笑话 哎 我老家东昌府门外有座大流林 哎 有一个妇人养活一个孩子 哎 这俩是孩子 简直是怪物 长了三十六只脚步鸭子 哎 老五位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少保罗城一听 我这四哥是真能胡说八道啊 单雄信心说 大流林 这纯粹是你们跟徐茂公或者是魏征定好了 要在大柳楼见面离开洛阳啊 办不到 这老哥几个到底走得成走不成 咱们下回再说